中國軍方才剛結束聯合力艦二零二四B的圍臺軍演 而平潭海事局在昨天發布了航行警告 也宣布呢 從今天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 是在平潭的牛山島沿海巨星實彈射擊訓練 禁止一切的船舶釋入 中國平潭海事局二十一日上午十一點多 在網站上公布 將於二十二日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 在四點連線區域進行實彈射擊 禁止一切船舶駛駛入 牛山島是福建省沿海的一座島嶼 也是中國的領海基點之一 隸屬於福州市平潭縣 位置在平潭縣東部與平潭島海岸線相距四點九海里 值得注意的是 牛山島是中國最接近臺灣本島的地方 距離新竹南寮渝港只有一百一十九公里 與臺北市直線距離約一百六十五公里 平潭海事局的航行警告中 並未說明會進行哪種實彈射擊 不過以演習區域來看 可能是進行砲擊訓練 這個月是四日 中國解放軍在賴清德總統 發表雙十國慶演說之後 在臺灣北部東部南部和臺灣海峽北部 舉行聯合力艦2024B圍台軍演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前往福建省進行考察 並喊話要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增進臺灣人的民族文化與國家認同 持續關注發生在上週有十五歲的少年 偷開了外公的車 撞進了臺北市內湖的臭豆腐店 造成了三十兩箱的嚴重車禍 警方第一時間通知車主 也就是少年的外公道安說明 但他當時仍在國外 昨天下午外公現身交通分隊 被問到孫子是不是第一次開車呢 他說不清楚 但強調沒有允許孫子開車 而且車藥室是放在很隱秘的地方 不知道鑰匙被拿走了 收到警方通知書 現宣交通分隊說明 少年的外公面對媒體詢問不願多談 孫子是第一次開車嗎 帶太太女兒到巴黎島旅遊 卻接到外孫吳兆開車闖了大禍 因為車是他的 被以證人的身分檔案說明 接受一個小時的訊問 離開的時候刻意閃避媒體 他第一次開車嗎 我不清楚 你收拾在那裡 我都放著很隱蔽的地方 他是櫃子裡面嗎 藏起來是說 他收拾是都因為民族上還是怎麼樣 雖然不清楚外孫是不是第一次開車 但可以確定的是 外孫趁著外公出國 搭捷運到東湖站外公家拿走車鑰匙 再騎腳踏車到停車場牽車 無罩駕駛造成三死兩傷 被疫過失致死 收容在少年關護所 如果被認定允許無罩駕駛 最重罰兩萬四千元的罰還 並吊扣汽車牌照一個月 但外公強調完全不知情 更沒有允許外孫開車 證詞會不會被採納 警方還要進一步釐清 一名西班牙籍的奧 男子奧納德在意大利涉及詐騙案 不法所得超過了十億臺幣 被國際刑警發布了紅色通報 躲愛臺灣五年 十八號跟二十號 兩度被移民署強制驅逐出境 第二次的驅逐是由臺灣跟歐盟的刑局 總部取得了共識 移民署全程介護 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 把人交給歐盟國際刑警 也創下臺灣首例 華視新聞也獨家取得了 他落地之後的照片 一落地就拿手機自拍 傳給親友報平安 西班牙籍男子奧納德 眼神看起來很疲憊 一路從臺灣飛到德國 在法蘭克福機場 在兩名臺灣移民署 國境大隊的官員介護下 交接給歐盟國際刑警 創下跨國聯合壓解重犯的 死法先例 但過程一波三折 兩天內被臺灣兩度驅逐出境 奧納德急著問下一站飛哪裡 因為他在意大利犯下十億詐騙案 卻躲在臺灣五年 帶著七小開了四間公司 搖身一遍 像是成功商人 臺灣被質疑包庇國際通緝犯 移民署十八號決定將他驅逐出境 但人送到新加坡 卻被拒絕入境 奧納德申請定證 實狀態假處犯 又遭到北高型駁回 只能在非歐盟國家 之前申請提審也無際於事 原則上還是要向法院去申請 停止執行或是假處分 那相對來說 提審主要是自由被限制的部分 那因此如果前者被駁回 即使提審成功的話 那恐怕實力也是比較有限 雖然一度因為溝通出狀況 發生我國首次驅逐出境 結果被退貨的狀況 但可不能讓人跑了 歐盟國際刑警組織派遣警力 在機場等候和臺灣移民署官員交接 把國際紅色通報重犯順利逮捕歸案 七小也在第一時間飛回西班牙 一起面對司法的漫漫長路 華視新聞 中美洲國家古巴當地時間十八號 發生了全國大斷電 有超過一千萬人受到影響 而期間雖然是小部分的區域 曾經短暫的恢復供電 但沒有多久 電網又再度停擺 直到二十號 仍有數百萬民眾無電可用 而電網在四十八小時之內 四度停擺 民眾苦不堪言 古巴政府則宣稱是在二十一 或是二十二號的上午會恢復供電 但是由於缺乏 相關的燃料 相關單位也明白表示 要居民不要期望會有大幅度的改善 街道四周一片漆黑 唯一的亮點就是汽車跟機車的車燈 黑暗中傳來敲打東西的聲響 在微弱車燈中依稀看到好幾個人 拿著東西用力敲打鍋子鐵盆 藉此發洩心中不滿 古巴國內最大的安東尼奧 吉特拉斯燃煤發電廠 當地時間十八號中午 毫無預警停機 引起全國大停電 超過一千萬人收到影響 雖然部分小區域曾短暫恢復供電 但沒多久電網再度停擺 直到二十號晚上 仍有數百萬名居民無電可用 由於無電可用 當地所有非必要政府服務都已暫時取消 甚至連學校都因此暫時關閉 古巴總統迪亞什卡奈透過社群平台表示 搶修人員在供電恢復前不會休息 古巴這場大停電 禁音是燃煤電廠故障 原因則是美國長時間的禁運措施 跟前總統川普時期對古巴新一輪的制裁 因為制裁讓古巴難以取得運作石油燃料發電廠 所需的燃料和備件 再加上長期供應古巴石油的委內瑞拉 近幾年自己經濟陷入困境 導致石油供應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種種因素形成一場完美風暴 讓古巴陷入嚴重的缺電危機 屋漏偏逢連夜雨 供電還來不及恢復 又碰上颶風來襲 一級颶風奧斯卡已在當地時間20號傍晚 登陸了古巴東部沿岸 原本就已經老舊不堪的供電系統 如果不能挺過颶風摧殘 古巴民眾可能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都要生活在沒有電力的狀態中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凌晨 今年第二十號颱風 台美形成了 雖然不會直播臺灣 預計將朝西北前進 會通過旅宋島往南海的方向移動 但是這週三下半天開始 外圍環流將影響臺灣 最新的狀況連線給記者揉揉 好的 主播歸觀眾 京台台美今天二十二號凌晨 兩點已經生成了 目前中心位置在鵝鑾比東南方 一千多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十二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進行 氣象專家林德恩表示 根據氣象署颱風資訊 以及各國數值模式模擬 結果研判 預期環境的高空槽線 發展不夠深 加上太平洋高壓提前東退 北方高壓也會順勢接手 環境時流場的導音角色 因此這也讓台美颱風向西 運動份量增加 就連運動速度也比昨天 還要快六到十二小時 預估週五颱風七級暴風圈 幾乎就會離開菲律賓陸地 運動路徑也會略為難休 影響臺灣風雨最明顯的時間點 也會跟著提早到二十三號至二十五號 而近期又有東北季風南下 今天清晨至上午迎封面的基隆 北海岸 宜蘭地區和大臺北地區 都有局部短暫雨 下午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持續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尤其東北部山區 甚至會有局部好雨發生 隔地地溫也會落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度左右 由於臺美颱風 路徑將會通過南海 氣象數不排除 會和東北季風產生共辦效應 但未來強度發展 其路徑不確定性還很高 還是需要持續關注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時間盡頭交換篷內 美式餐廳TGI Friday爆出了經營危機 彭博社指出呢 美國總公司恐怕會在未來幾週之內 申請破產保護 許多民眾也擔心 臺灣的店面會不會因此被迫收攤呢 昨天臺灣代理商親自出面 強調分公司都是獨立運作的 這營業狀況一切正常 不受影響 而且還打算在兩週之後呢 登陸新軌 在很多人的記憶裡 到TGI Friday吃頓飯 就是年輕時最吵的事 但這恐怕也將成為時代眼淚 因為據彭博社報導 隨著競爭對手絕繫 市占率正不斷下滑 總公司未來幾週內 可能就會申請破產保護 正積極尋求融資以維持經營 不是為了讓他們品牌 能夠持續地去經營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知道一段時間了 我們也一直跟總公司那邊 做密切的聯繫 那不管如何 這完全不會影響到 Friday在臺灣的任何的營運 由於TGI Friday 海外分店營運都是獨立運作 所以臺灣完全不受影響 這讓好多粉絲都鬆了口氣 過去Friday在臺灣的門市 大約落在十五到十六家 如今不只擴張到十八家 也預計在兩週後登陸新軌 整天計畫持續進行 和美國總部呈現兩樣情 背後關鍵是什麼 其實英國的Friday分公司 之前也面臨倒閉風險 不過據金融時報報導 在兩家私募股權的收購下 危機已經順利解除 Friday在內的老牌餐廳 足跡遍布全球 但面對COVID-19疫情衝擊 以及來勢充充的全新對手 美式餐飲膽圖正在重新洗牌 華視新聞黃澳天秋容慶 沈建安 台北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